位在苗栗县虎头山的通宵神社 2002年被登入了历史建筑 但是日式防射破损有待修缮 文化部补助再加上县府自筹 赤资了1100万元进行修气所的修复工程 几经波折终于完工 未来将会交由政工所来管理 赋予历史建筑新生命 坐落在虎头山半山腰的通宵神社 有着绿营树林环保 早在日治时期1937年兴建 包括神社本店 修气所 事务所 在2002年登陆为历史建筑 而老旧的防射经过岁月风霜起立 结构损坏严重 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 自筹并加上文化部的补助 资资1100万元进行修复工程 先前获得文化部的补助 我们将近1100万的工程预算 非常感谢黄洞群建筑师事务所 来负责建造 在地的富兵营造 他们来进行修缮 中间光是这些木料 就煞费大家的苦心 找了很久 最终终于能够来修缮完成 保留日式建筑风格 修器所修复建筑物的外观之外 周边的木栈道也已经重新铺设过 而内部也一并整修 保留着日式建筑风貌 目前正在办理就相关的出宴覆宴 这样的工作 那希望下一步 大家都已经看到它 其实还蛮有这一个 过往这个日本时代的 这样空间的氛围 那我们希望说 接续就能够来 移交给授权单位 就是通宵正工所 那是不是来带动 连结虎头山 然后神社这样的 艺文空间的环境场域 然后继续来进行 相关的艺文跟文化观光景点的营造 工程在年初动工 近期已经完工 验收后点交给通宵正工所管理 赋予历史建筑新生命 也希望再次活化 苗栗海线地区的任文观光